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上一集跟大家聊了一聊 在东京二十三区买房 容不容易的议题 还没有看过的人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得出来的结论是 就算你拥有东京的平均年收 利用了日本银行的低利率零头期款 一个人要在东京二十三区 买一个平均物件 还款压力还是很大的 但透过家庭两个人的收入 有规划的做一些条件的取舍下 还是可以在东京二十三区购入不动产 今天就要跟大家聊聊 当初我们为什么决定在东京二十三区买房 在现实面的考量下 我们对家的需求是什么 以及我们对贷款做了怎么样的规划 最后跟大家分享我们整体的找房经验 还有购路的房屋 记得要看到最后哦 首先我们先来聊聊 为什么我们想要在东京二十三区买房子 最主要的契机点是因为跟日本老公结婚了 结婚后两个人对于未来的规划是一致的 我们都想要在东京发展 结婚前两人是住在都内2DK物件 房租落在10万元每月 非常的小 所以结婚后想要搬到大一点的物件 希望是落在12万元左右的2LDK 因为有了搬家的念头 所以才思考了 是不是可以日用日本老公的零投期款 低利率的优惠买房 建造出一种利用租房费用等于房贷 费用加杂费的概念 来慢慢的存到一个房子 考虑到日本人口 常年是呈现递减的状况 我们不考虑其他千叶 其余等郊区 只考虑人口成长为正数的东京二十三区 但现实面是 我们主要的买房大前提就是 租房费用要等于房贷费用加杂费 这边就会遇到很多挑战 首先第一个现实面就是 这样子的费用是不可能买到 东京京华区的房子的 也就是我们这边指的东京六区 连带的 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 日本其实扣掉了高级地段 一般人买得起的物件 基本上是一买就跌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超连结 里面有图形 大家一看就会知道 接着我们的假设是 那我们这样慢慢付还 可以存到房子 长期自住下 当然房子的涨跌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遇到的另外一个 必须考量的现实就是 如果有突发状况 无法自住的话 你所买的房子 有可能变成你的负债 负债的状况就是 你赔钱卖了这个房子 日本房价跌的速度 大于你的还款速度的话 你的房子就是变成负债 假设你买了5000万的房子 变动利率0.507% 待35年 你每个月还款13万的状况下 10年后你还了1560万 还欠银行3660万的状况下 你的房子跌了7成 也就是5000万 变成了3500万的状况 你欠银行的钱 是还不清的 所以你是赔钱 卖了这个房子 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你的负债 而跌7成这件事情 在日本的房价 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大家必须注意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好那你不卖 你把它租出去 其实东新都对居住的需求 主要以单身为主 家庭房的需求 主要会来自于顶客族 跟双新家庭 这样子的双新家庭 他们对居住的需求 就是离都心越近越好 离车站越近越好 所以你想要你的物件 租得出去的话 就需要去考量这两点因素 整体对家的需求 就是长期自住 我们的还款压力小 希望是房贷加杂费 大概等于我们的租房费用 而提到不想要变成负债的状况下 我们希望它的相对保值性是高的 是离都心越近越好 离车站越近越好 预算 我们是把它规划在 一般东京都内小家庭的租房预算 大概是每个月13到15万 离车站的距离越近越好 5分钟内最差也要7分钟内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选择重点 第二个是居住地段 刚刚有提到我们这样子的费用 是没有办法买到蛋黄区精华的地方 所以我们是着重在寻找 东京23区的蛋白区 从这个图表 你们也可以看到 东京23区价位其实差异也很大 大家可以自己去挑 适合自己的生活心态 屋领我们是着重在10到15年 不要太老的房子 房型是因为我们想要离车站近 所以这样子的物件是中古大楼是比较多的 一户件离车站都很远 所以一户件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 上面是我们最重要的选择重点 至于设备面积朝向等等 对我们来讲都是次要的 接着我们就开始来规划我们的贷款 首先我们去了解了一下银行愿意借我们多少钱 我们家庭的主城市 老公是日本人 我是台湾人 工作状况 老公是中型企业的正式员工 我是大型企业的企业员工 我们两个合起来的整体收入是在1000万元以上 我们去跟银行了解了我们借款额度 老公的状况是 他拥有了东京都30岁男性的平均收入600万以上 可以大概借到3000万到4800万 而我虽然有30岁女生的平均收入500万左右 因为我是契约员工加上外国人 所以我借到的款项是很少的 大概走1000万到2000万 了解了银行愿意借我们的额度之后 我们就开始规划我们的目标借款金额 我们去了解了我们锁定的15到15年的中古大楼 基本上它的管理费加上修上吉利金 大概是落在2万块每个月 最近去了解了一下大概是每个月1万块 我们目标物件的设定是 小家庭的租房预算15万减掉管理费修上吉利金的2万 以及税金的1万订在12万每个月 这样子去推敲之后我们锁定的借款金额是落在日币4000万台币 约1120万左右 有这个规划之后就开始找房子了 首先呢找房子真的是一场耐力战 真的是要多看多听多问 然后从中间需取经验 一开始的三个月我们是非常坚定的 好就是找中古大楼4000万的预算 以我们要的条件怎么找都没有房子 这样子的预算4000万的预算真的只能找到20年以上 30年以上的老房子 但我们不想要找这样子的老房子 所以我们就调高预算 好调到4500 还是找不到 想要保值的物件 其实它在市场流通上一出来就会卖掉 物件真的很少 看到的也是都瞬间就被卖掉了 经历了受挫的三个月之后 我们就决定 我们加码我们来看看新成屋好了 我们就开始看新大楼 把费用加到5000万 5000万的房子真的找不到离车站进 后来又加码到5500万 当时加到5500万 老公已经觉得我们这样子已经脱离原本的规划差太多了 因为500万对我们来讲的负担金的真的太大了 所以又放弃了 后来就想说算了都看了新中古大楼 也看了新大楼 那不如也来看一下独栋的是长怎样 发现大概4500万是有不错的物件 但都离车站非常远 离车站近的话 它就是没有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整体以我们家这样子的规划预算 我们看了一大圈我们就决定放弃了 因为真的找不到理想的物件 我们放弃的隔一个礼拜我们居然找到了一个我们很喜欢的房子 然后我们考虑了两个礼拜就非常迅速的买下了它 那我们究竟买了怎么样的房子呢 首先我们的物件是全新的一户建 赌地面积是51平方米时用面积是93平方米 最近的车站徒步5分钟 位置是在东京23区的蛋白区到东京车站大松丁这个部分 约20分钟 房价是落在4800万 整体的手续费是房价的6.38 300万左右 整体借款了5000万 当中有100万我们是用透气管把它付掉了 因为我们想要抓个整数好算 然后变动利率跟银行借到的是0.507% 千分之五的意思 然后我们借款35年 所以我们每个月要还款的金额是13万 前面有提到修缮金的部分的话 一户建没有管理费也不需要修缮支离金 全部你都要自行管理 没有人在帮你管理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政府的买房 又会补助 把它存起来当我们房子的修缮基金 每年可以抵的税金大概返回来 新鲜有40万日币左右 税金的部分 他们这边称为固定资产税 平均是1万元一个月 透过这一次自己在东京23区购物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你的家庭年收有在1000万以上的话 购买5000万的自住房子其实是不困难的 每个人的选择条件优先顺序都不一样 事先真的要搞清楚自己要买的物件的条件是什么 因为你在看房子的过程中真的会不自觉的加码 想要买更好的物件 这时候守住自己的底线 不要让贷款金额变成你之后的还款压力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当然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 这支影片只是提供一个个案让你参考 如果你在东京23区买房有不同的意见 都欢迎跟我分享哦 下一集我将会拍House Tour 如果有兴趣的人记得来收看哦 我们下一集见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 拜拜